本土个案连环报不明感染源遍地开花 更令人担心的是很可能跟华航群聚毫无关联 属于单独事件 案1217基隆富人5月2号并发是袁万华群聚最早个案 但昨天新增的彰化北上卖水果富人案1424 并发日是在4月23号比1217还要早9天 再跟华航诺富特最早并发机师案1091相比 机师是在4月16号并发23号确诊 跟卖水果的并发时间相同 专家认为华航万华群聚间恐无关联 而是平行事件 而且酝酿两个月以上 万华甚至可能有30%到40%的民众已经感染 我们现在的交通工具太方便 可能南北早就已经串流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那只是说在中南部 我们可能还没有把这些可能群聚的社区 很明确的去规范或找出来 台大工卫学院教授陈秀熙认为 台湾陷入危机不排除是1月国门大开所制 当时多达8万人次入境 而且正是英国变种株流行期 很可能当时国内已经有感染者 台大医院长黄立民也表示 应该继续进行病毒序列分析 离析现在到底有几只病毒株正在传播 就是因为感染源是多头 四处去扩散 你根本是防不胜防 那加上指挥中心 没有把这个隐藏的感染源塞出来 没有听从专家的意见进行普塞 全台湾感染量每天量能有限 万华居民开始往外扩散就医 北市联一现在传出某分院 有医师替民众动手术才发生病人确诊 另外新北联合医院也证实 有来自万华的住院病人确诊 就怕疫情堵不住 感染者四处流动 造成院内感染压垮医疗体系 记者陈建安 曹专任 台北报道